大家早上好 总是很荣幸能来这里 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 在我开始讲到之前 我想把我的安慰 对于那一位刚刚失去家人的姐妹 还有Pastor Key的康复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神的居所 或者说什么是天堂 我选择了诗篇33篇 但今天的主题是天堂 我们又看到 也看看别的经文 一关天堂的描述 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13到14节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从他的居所往外 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 我想提醒你们 今天的关键词是天堂这个词 在第13节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讨论的主题 人们对天堂有疑问 这些问题应该得到正确的回答 例如以下的问题 什么是天堂 我们怎么知道有天堂 信徒死后会怎样呢 我们将拥有怎样的身体 我们会认出天堂里的其他人吗 在天堂里会有奖赏吗 我们将在天堂里面做什么呢 天堂里会有动物吗 当圣经谈到新耶路撒冷 新天新地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了解天堂会如何影响 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方式呢 这些是我们今天 这样回答的一些问题 我们将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但如果神的旨意 我们可以以后有机会再来探讨 在我们讨论其他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是 我们从哪里 获得有关天堂的可靠信息呢 答案是 我们应该从圣经 去寻找可靠的信息 圣经有关天堂可靠的答案 那你大概会问 那些深深自己去过天堂又回来的人 他们的故事可靠吗 我们应该听他们吗 我们可以听 但与圣经相比 那不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我们 只知道 神向我们歧视的是绝对可靠的 因此 如果你想真正的 回答关于天堂的问题 你需要去看圣经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所以今天的信息 是有关天堂 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问题 天堂到底是什么 天堂 天上 这个词 在圣经中 使用了五百多次 但圣经 在谈到天上 天堂的时候 有三种不同的意思 有时 圣经 说的诸天或天上 是指黄涝地球的大气层 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 其实黄涝地球的一整个大气层 你可以称之为 第一层天 有时圣经 用天上这个词来谈论 太空 太阳 月亮 行星等等 学第一层天 是大气层 第二层天 是外太空 但圣经 也提到的天堂 天上 是指神统治 和生活的地方 例如今天的经文 诗诗篇 33篇说 耶和华 从天上观看 这里的天上 是神统治 和生活的地方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2章2节 谈到去第三层天时 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第三层天 是神统治 和生活的地方 这三种不同的用法 这三个天 指的不同的地方 重点是 我们不要混淆他们 当俄罗斯科学家 在1961年 将第一个人 送入外太空时 苏联领导人 豪鲁晓夫 曾著名的表达 被著名的说过 他们已经进入太空 并没有在那里 看到神 然而神佐助的 第三层天 即天堂 不在外太空里 你不能乘坐火箭 飞船到那里 它是一个属灵层面 除了神和祂的天使 我们无法看到或进入 作者M.T.Light说 圣经的天地 不是同一个空间 或物质连续体中的 两个不同地位 不同位置 它是神美好创造的 两个不同维度 圣经中说的天堂 和我们所属的地 地球 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神创造了天堂 也创造了我们的世界 但天堂不是 这世界的一部分 Steven Willen 写道 天堂是神居住的 属灵领域 是神居住的 属灵领域 与受造的世界并存 所以天堂 或神的居所 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我之前提到的种种 是想表达 它与地球 不在同一个维度 但它是一个 真实存在的地方 它只是不存在 我们地球 手居住的领域 和物质的领域 正如E.M.Bounds 他写道说 耶稣的身体 从死里复活 去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天堂 那么什么是天堂呢 我们今早要探讨的 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 我们今天 将看天堂作为神的居所 有关天堂的三个方面 我们今天探讨的天堂 不是第一层天大气层 也不是第二层天外太空 那是神的居所 第三层天 第一 天堂是神的家 我们发现这个表达在圣经中 重复了很多次 当雅各 梦见从天堂 到壁上的阶梯时 在创世纪28章17节 他就惧怕 说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蒙 后来 雅各把这地方命名为 伯特利 伯特利 即神的殿 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 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到 诗篇23篇的最后一节 即诗篇23篇第六节 大卫在这篇诗篇写到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你可以说大卫这里说 耶和华的殿是指圣殿 但圣殿 实际上是神在天上居所的影子 并且大卫说 他要直到永远 所以这里指 是神在天上永远的家 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节 说天堂是神的家 他说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那么当我们说 天堂是神的家时 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 在旧约中 祭司和立位人在列王祭上 八章三十节下神祷告 说你仆人和你名 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垂听而赦免 在这里说 你天上的居所 也是指神在天上的帐幕 即是神的家 天堂 希伯来书 说天堂是神的诚意 希伯来书12章22节 你们乃是来到西洋上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当我们在启示录中读到 有关新耶路撒冷降临时 启示录21章3节宣告说 看哪 神的帐幕在人间 即使神的居所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一天 神的居所将与新地合并 正如圣经所说 神要住在人当中 与人同住 将有新地 也有新天 我们谈论两个领域合并为一 物质和属灵合并为一 因为神 生活在人当中 我们在谈论两个领域 即物质和属灵合并为一 因为神将与人同住 所以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 是祂的诚意 祂的居所 祂的家 有一天 神会把天堂带到地上 会有一个新天新地 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彼此相爱 我们就稍稍地体验了天堂的 就稍稍体验将来天堂到来的景象 每一个主日 我们奉主的名 与弟兄姐妹团契的时候 我们就先预长了天堂 来一起听神的话语 那是我们在永恒中 会做的事 我们在永恒中会做的事 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唱诗歌 彼此团契 我们可以问问题 这会我们将来会做的 我们将来再具体讲这方面 所以天堂是神的居所 是神的家 神的家反映了神的品格 神的居所反映了神的品格 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也是这样的不是吗 家是非常个人化的 你到每到一个人家里的时候 你看见家里的家具 白色 都是非常个人化的 从家中的白色 你就能学到很多 关于那个人的品格和他的兴趣 爱好 同样的神 也是这样 我们在本系列讲到中 后面的信息 探讨更多天堂的样子 现在让我们做三个快速的观察 天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它的美丽是我们 是超越我们可以描述的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 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从神那里 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从神那里 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扮整齐 等候丈夫 我相信你们都同意 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当我们进入永恒时 圣城 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 我相信这座城 是我们新家的中心 是我们新家的中心 没有提到太多 有关我们在天堂时 该如何的从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 那我相信 我们将会住在新耶路撒冷 也会住在新地上 因为新耶路撒冷在新地 在新地上 当神降临住在这地上时 住在新地时 那就是天堂 启示录 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 圣经的最后两章 主题之一 就是对天堂壮丽的描述 天堂会是什么样呢 它比你想象的 可以说又可想象的更美 比你能想象的更美 哥林多前书 二章九节告诉我们 如今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未曾看见 而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天堂这样是个美丽的地方 我们永恒的家 天堂会是怎么样的 想想你在地上看到 或经历过所有 你能想到最美丽 最美妙的事情 这些事情会在天堂吗 我相信在天堂的事物 比你能想象的最美的事物 更美千倍万倍 比我们能想象 我们所看见过 能想象最美的事更美 当我们第一次到天堂时 我想我们会像 两三岁小孩 第一次收到圣诞礼物一样 非常的惊喜 没有人能够天上说 这就是我所想象的样子 我相信 他一定比你所想象 能想象的更美 当CS Lewis推测天堂时 他写信给一个朋友 说这些都是猜测 当然只是猜测 如果这些猜测不是真的 那将会是更好的事物 天堂会比我们能想象到的更美 大卫在诗篇27篇4节中写到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神是美丽的 祂是一切美丧的源头 祂的家反映了祂的品格 天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其次 天堂是一个圣洁的地方 圣灵纪26章15节 称天堂为神的圣所 神的圣所 唯有圣洁才能进入 耶稣基督的宝血 竭尽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才能进入 以赛亚书57章15节 告诉我们 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启示录21章27节中 说 凡不洁净的 并那行可证 与虚幻之事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 写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神是圣洁的 因此天堂是圣洁的地方 它不只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它也是个圣洁的地方 第三 天堂是一个有爱的地方 以赛亚书57章15节说 因为那至高至上 永远长存 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心里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是的 神是至高至圣的 并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但因着祂的爱 祂降悲 与我们住在一起 与那些谦卑 卑微 痛悔的人 也就是说 那些忧伤痛悔 自己罪恶的人 神与他同住 你行伤痛悔 自己的罪 接受相信耶稣基督 为他个人的救助 这样的人 有神 与他同在 也因着神的爱 祂为我们预备 一个永远的家 反而认耶稣 为神的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罗马书十三章 十三节中读到 行事为人要当正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厌醉酒 不可好色邪淡 不可真净嫉妒 天堂将是充满爱的地方 我们需要凭信心 得救 盼望神的家 因为爱是永不止息 关于天堂最美好的 讲道之一 是爱德华兹 的讲道 题目为 天堂是一个 充满爱的世界 我将引用爱德华兹 在讲道中的话 他说天堂 是至高者的圣所 或居所 它是所有神圣的爱的 起因和源泉 事实上 就他的本质而言 神无处不在 他充满天地 但在某些情况下 据说他更特别的 领导一些地方 古时 古时 有些人说 他住在以色列 胜过其他的地 他住在耶路撒冷 胜过其他的城市 他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胜过耶路撒冷城中 其他的房屋 他住在至圣所 胜过圣殿中 其他的地方 在至圣所中 高于一切地上 高于一切的 约会的施恩宝座上 但天堂是他的居所 高于宇宙中 所有其他的地方 因为天堂是神 特别的居所 因为神是爱 所以天堂的每一个角落 和缝隙 都充满了爱 我们现在落在地上 彼此相爱 我们就预先尝到了天堂的爱 Hop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 但我们总是可以做得更好 神是爱 所以天堂是一个爱的地方 因为神的家 反映了他的品格 就像我们的家 反映了我们的品格 那么天堂是神的家 反映了神的品格 神是美丽的 是圣洁的 是爱 第二天上 是神的宝座所在 天堂是神的宝座所在 圣经特别告诉我们 有关神宝座的两件事 首先 神在他的宝座上受敬拜 以赛亚书六章中 以赛亚讲到他对天堂的意象 一到三节说 我建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少拉服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有两个遮脸 有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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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 充满全地 我建议 撒拉夫尊实 三次称赞神为圣哉圣哉圣哉 因为神是至圣的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以赞亚告诉我们 在他的印象中 第一件事是他看见了主 第二件事是他看见主坐在宝座上 第三件事是看到天使在宝座上敬拜他 彼此呼喊说 圣哉圣哉圣哉 万君之耶和华 在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中 我们看到神在天上的宝座上 接受敬拜的意象 意象以启示录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中 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结束 启示录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又听见在天上 现在不仅是天使 而是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昌海里 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圣葬 尊贵 荣耀 权并 都归给宝座的 都归给宝座的 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第四四节 四活物就说阿门 众长老也 伏伏敬拜 我们将在天上 远远远远如此的敬拜 称赞神 我们从这些经文中 也能学到很多 有关于敬拜的原则 现在我们看到天堂是神宝座的所在 他在天上的宝座受敬拜 第二 神查看和管理权地 这个宝座不仅是 让他受敬拜的地方 也是他查看 并统治权地 神的至高 让我们要记住 神是王 他统治权地 无论你现在生命中经历什么 神在掌管一切 十篇十一篇四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从天上查看是 这篇一百一十五篇三节说 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旨意 一指行事 你还记得那位 吃了七年像野兽吃草一样的王吗 后来他 谦卑自己 但依离书四章二十六节 守望者尽丰富存留 数墩 得你知道诸天掌权 以后你的国 必须定归你 感谢观看 相信 信靠 神 掌管一切 你生命中一切的事情 你可能觉得 不在你的掌控之中 你有各种的问题 但你要相信 信靠神 直到祂掌管一切 Andy Wright说 天堂可以说是 地球的控制室 它是总 它是CEO的办公室 是下达指令的地方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结尾说 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 所以天堂 是神宝座所在 神在天上的宝座受敬拜 也是他查看 广里全地的地方 第三大点 天堂是耶稣的家 耶稣是神 所以我们说过 关于神和天堂的一切 都适用于耶稣 但圣经以两种特别的方式 提到天堂是耶稣的家 第一 耶稣从天上而来 然后又回到天上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耶稣说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识形 那是要按那猜我来者的意识形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 耶稣又说 我重复出来 到了世界 我又离开世界 往复那里去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说 因为耶稣并不是进入 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圣所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那是进入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所以他被称为我们的大祭司 为我们代求 所以耶稣是从天上而来 他又回到天上 第二大点 耶稣 天堂是耶稣的家 并且耶稣是我们去天堂 唯一的道路 这一点适用于所有 还未接受耶稣的人 约翰福音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 神耶稣属于的道路 如果你要去耶稣 你要去天堂 就要通过耶稣 相信他 不是通过上行 有时非信徒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可以通过行为到天上去 觉得自己不需要救主 不需要被拯救 因为他 因为 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杀人放火 没有行任何恶事 认为 他认为自己是好人 他有一天 他能去到天堂 然而圣经告诉我们 从亚当犯罪以后 他后代 世世代代 所有人 都犯了罪 我们从亚当那里 继承的原罪 和我们从出生之后 犯的罪 即便你认为自己是好人 你甚至觉得自己 在上行中可以 可以平平平99.95分 然而 那0.05分 的偏差 和我们 听信中的罪信 是我们 无法靠上行 靠自己 到天堂去 使徒行状 四章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上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灵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也说 从天上 来到人间 降悲 自己 取得奴仆的形象 为拯救我们 让我们回到神 那些 Martin Lloyd John 写道 我们进入天堂 进入永恒 与神同在的家 是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赢得的 只有他 他为我们赢得了 天堂的路长权 再一次 说到天堂是耶稣的家 他拿着钥匙 他是唯一 能为你开门的人 你不能自己开门 我也有靠着耶稣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祷告 今天 你能经历 必尝天堂的滋味 你有这样的渴望 能更多学习 有关天堂的事 有神的旨意 我们将在将来 更多地了解 这个美妙的地方 对那些还会信主的 我很高兴你在这里 为你的救恩祷告 天堂是神的家 是神居住的地方 也是耶稣的家 天堂对你而言 意味着什么呢 你想要去天堂吗 与神同在 如果你是的话 你要呼求 耶稣的名 当圣经说 呼求神的名 只是说 相信耶稣基督 要有信心 相信耶稣为你 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 他从天上而来 首先他是神的儿子 从天上降临 第二 他为你的罪 在十字架上而死 相信唯有他的血 能够竭尽你的罪 因此你要 悔赶你的罪 福音若没有悔改的信息 就不是真的福音 要悔赶你的罪 知道你自己 无法靠自己 而是呼求他 相信他 主啊 我是 不配的罪人 我需要你的救恩 你还为你 信主的时候 这是唯一 你能做的祷告 你只能 毁赶你的罪 接受耶稣基督 为你个人的救助 那我们去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 为你的话语 提醒我们 天堂 是你的家 你的居所 是你住的地方 反映了你的品格 你知道 你是最美 最圣洁 你也是最有爱的 你甚至派遣 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而死 我们也感恩 天堂是你宝座的所在 你在宝座上受敬拜 你在宝座上查看 管理地上 求你提醒我们 相信 你掌管一切 因为你是真的玩 和统治 让我们相信你 无论我们在生命中 经历了什么 让我们都能够相信 知道你在那里 帮助我们 顺服你的旨意 也感谢神提醒我们 耶稣是神 祂从天上 道成肉身 后来又回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为我们 切切地祷告 做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为我们的朋友祷告 还为相信的人 求他们能够 接受耶稣基督 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接受永生 有天堂 为他们永远的家 因为耶稣是 无微的道路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那是奉主耶稣基督 阿们 阿们 我依然会有天堂 我依然会有天堂 我依然会有天堂